这次哥本哈根给人的感觉是一直在尖锐和激烈的争吵 到底在吵什么 问题很简单 就是今后不动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氧化碳 这个排放多少背后的实质又是什么 简单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问题是跟能源问题连接一起 跟你的发展问题连接一起 所以说争半天就是我还能排放多少 我还能使用多少能源 简单就是这个 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排放权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权利 这个是肯定的 这个排放权对于普通的国民来说有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活的关系 意味着国家的发展 你的福利能不能进一步的增加 也意味着你有没有工作 许多人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科学的经论 这个二度是怎么来呢 二度是七色机模仪出来的 这个七色机晒就是相当于三明先生的那个水晶球 他不会去考察地质历史时期的时候升温 降温时候的那些变化 他就是七色机晒 所以完了以后再说一个假如升温两度 就会产生这个多少多少物种的秘菊 这是英国人有一家有一个研究小组做的 这个结论就是马上很流行的 流行以后马上就是变成一个价值盆断 就我们不能让它这正温 那如果说它模拟计算出来这一切是可信的话 那不就是也是一个依据吗 你怎么知道它可信 我们几乎是信仰实验室里所有依据数据 它不是实验室 它是计算机 你怎么知道它是可信是不可信 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 但是给我们的印象是因为IPCC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组织 它也是各国的科学家在一起拿出一份报告 而且也是因为有这个报告做基础 全世界的国家会到那去开一个替后的大会 所以给我们的印象 它是得到了主流科学界的认同的 科学家有主流吗 我们理解的主流是 科学家是根据这个人都人少来定的吗 科学这个正义的判断 知道二氧化碳排放的这个总量以后 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小的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我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1.4吨碳 是碳不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跟碳是有个3.67的这个西数 如果是450ppm这个目标定下来以后 那么今后的人均排放量只有是0.8吨碳 就是这是一个天花板对吧 对就说一下子你的掉下来 就从1.4到0.8 这个是人还不能变 就是还是65亿人坑的事 如果是人坑还要正常的话 那么你这个数字还要往下降 那这次IPC的方案当中 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 国家提出要求 它并没有要求你减多少不是吗 它是确实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 设定这个绝对量的 它对发展国家设定了量 这个中期2020年 它有25%到40%的减排 到2050年要有80%到90% 还多少的一个减排 它是有这个数据 但是它有一个总量 全世界就是还有 大概是8000亿灯的二氧化碳可以排 那么等于这个蛋糕数量是定下来的 那么IPC对发达国家 有一个定量的排放的控制 那么就是等于是先 它定量的七组一块蛋糕 这就明白了吧 这个七组的蛋糕 它不是很大 IPC不是很黑 它的蛋糕是2.3倍 这2.3倍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今后发达国家的排放 人均的排放的全 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 你看到这边有很多颜色的头发地 太宝费了 我们也用了很多颜色的颜色 这是这边的蜜色